我是香港藝術家阮嘉儀Angela阮 我的創作通常是以裝置藝術雕塑或攝影為我的媒介 而我的創作主題通常都是圍繞著倫理或人情味 其實人情味和緊密的人際關係 經常都會在我創作的過程和作品概念上出現 因為這是我創作的推動力 無論在哪個城市居住 我都會很想找回我小時候曾經熟悉的屋邨文化 就是一種很緊密的倫理關係 你會認識旁邊輪舍 你會整條走廊的人都會認識 而這種關係令我覺得很安全 這是家的感覺 而我經常都會很想在我的創作裏面找回這種感覺 今次這件作品其實是用現成物 你會看到上面的塑膠玩具 有一些是1940年代Empiremade時代 有一些是1960至80年代香港製造的時代 而最後有一部份是中國製造的時代 就是1980年之後 我利用這部的塑膠玩具 他們的展影在牆上 就投影出一個香港的城市景觀 我這件作品很開心可以放在中環的雲涵街 以前香港的塑膠玩具很需要洋行 洋行是一個經紀 它是專門接合廠家和買家 而這些洋行都聚集在中環 所以我很開心可以在這個地區做這件作品 牆上我亦都投影出一個中環和洋行交接的景象 就好像帶回觀眾 曾經我們中環有洋行臨立 在七八十年代很興盛的時候 景象會怎樣呢 很想觀眾都幻想一下中環曾經有這樣的景象 在窗外我們又看看現在的中環 就好像有一個小呼應 為何以前的香港做輕工業 塑膠玩具會造就現在的景象 就是因為經歷了這麼多歷史事件 之後我們就成功了 然後就看到有現在的香港 我經常都覺得是歷史塑造現在的 沒有以前就沒有現在 所以很希望觀眾可以在這裡 看看以前的舊物 再看看現在的中環 我覺得這裡是一個很開放的地方 即使藝術家其實有很多想法 都可以在這裡實踐到 而且那種想法可以很大膽 其實之前看過Wenham Social 有做過的一些展覽 我會覺得其實每個展覽 它很有特色 我見到一個分別很大 即使你無論由一些很當代的東西 去到一些很典雅的東西 都可以在這裡發生 而大型的裝置也可以在這裡 和這麼熱鬧的中環可以融合到 而且我覺得更容易接觸到觀眾 因為平時可能畫廊都給人感覺會驅促一些 但這裡的地方 來了這麼多天 我覺得是很歡迎的 每個人都會八卦一下 覺得這個地方其實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東西 但我覺得其實這樣 是對於如果在這裡做藝術展覽的 藝術家很有幫助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需要一種 這麼大的興趣去了解 這裡是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也很寄願這個地方 可以搞得更多不同類型的藝術展覽 是很有趣的 在這裡面